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琳姐 新元2001年3月11号 这天原本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午后 此时许多日本学生正聚精会神的听着台上老师授课 上班族也在兢兢业业做着老板交代的工作 一切就如同往常一般 直到下午2点46分 一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改变了一切 在一阵剧烈摇晃以后 许多日本人按照平时地震演习所学 撤离到了空旷的地方 就在大家以为自己即将平安度过危机的那刻 一波波巨大的海啸再次扑向日本 根据官方记录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总共造成了2万多人不幸罹难 而其中有超过9成以上的人 都是死于地震后引发的海啸 许多幸存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场灾难来得太过突然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们甚至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311大地震 当时这场灾难不只是震惊了日本当地 甚至还惊动了全世界 世界各地也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日本 然而就在日本积极面对灾后的重建工程时 东北一带的重灾区却频频传来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 一开始人们以为这只是一般灾难后不足为幸的房间传闻 直到这些传闻累积高达300多件以后 才引起了一些学者们的关注 就连Netflix也在2013年时前往当地调查 并排成了纪录片《未解之谜》 重点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在大灾难之后 都会发生许多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 这不禁让人思考到底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在作祟 还是真的有灵魂呢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小手 按下马力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马力姐的影片哦 接下来我们将把时间往后推回到 2011年3月11号 石卷市是位于日本工程县的第二大城市 由于靠近世界三大渔场 三路精华三冲 使得这里的渔货量非常丰沛 因此也就成为了石卷市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来源 然而石卷市的居民万万也没有想到 有天他们赖以为生的大海 竟然会反扑他们的家园 坚太太尾是当地一间庙宇的住持 在Netflix的影片中 他曾难过的表示 在潮水退去之后 石卷市早已面目全非 很多人都无法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 一些生还者拼命在寻找家人 有的找到了 但更多的是找到了失去的至亲 这种打击使得生还者非常痛苦 毕竟他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话 来不及对至亲说出 然而有这种感觉的可不只有生者 远藤是一名居住在石卷市的退休公务人员 因为已经退休的关系 使得他成为几个兄弟姐妹当中 比较有时间的人 因此他常常会出门探望 住在安阳中心的母亲 当然也包含了3月11号 这天用完午餐的远藤 一如既往的出发前往安阳中心 却在来的路上 遇到了311大地震 当他好不容易赶到医院时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正望向窗外 由于他的穿着打扮 都跟远藤的母亲一样 因此远藤马上就认了出来 在确定找到母亲之后 远藤拿出了相机帮母亲拍照 以便让其他的兄弟姐妹们 也跟着放心 但就在远藤按下快门以后 他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人竟然是一个 完全不认识的老太太 原本他以为自己只是一时紧张 才会幻想看到了母亲 可是后来他却发现 自己的母亲在地震发生之前 临时外出购物 当他们好不容易找到母亲时 他早已不幸罹难 而母亲手表上显示的时间 与远藤拍照是同一时刻 奥野修二是日本当地一名记者 在三一大地震发生以后 他来到了石卷市 采访当地的重建工程 当时他就有注意到 石卷市的灵异事件比其他的灾区还要多 其中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灾后重建中心 那时不时会响起的电话 根据奥野修二的说法 石卷市的灾后中心自从成立以来 几乎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 必会有一通电话响起 而且接起来以后不会听到声音 一开始大家以为 会不会是电话线路出了问题 但无论怎么检查 均显示线路一切正常 因此日子久了 也就形成了一个默契 大家都知道下午三点钟的电话不用接 不过新来的员工可就不知道了 这天下午三点一到 电话又响起 一名新晋云员工发现大家都在忙 于是提声接起电话 当电话被接起的那一刻 所有的人都转头看向那名员工 原本大家以为 电话应该也会像往常般没有声音 但行进员工却说 他听到了水声 当新员工说出水声的那一刻 现场的气氛瞬间凝结 眼看此事越演越烈 为了要破除传言 于是灾后重建中心 并向电信局申请查询电话来源 没想到电信局却发现 这通电话竟然是在石卷市 一座靠海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但那座电话亭早在海啸之后 就不能使用了 此时恍然大悟的众人才知道 为什么电话老是会在下午响起 因为311地震是在2点46分发生 算算海啸大概也是在3点多时 扑向岸边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知道电话很有可能是 往生者打来的以后 中心的工作人员 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恐怖 因为他们认为 拨通电话的人 应该是想要提醒大家 海啸来袭 赶快逃生吧 而除了以上这则的灵异事件以外 在海啸无预警来袭的那一刻 曾有一名网友拍下海啸的画面 但就在他上传网路以后 却被网友们发现奇怪的白影 重点是拍下这个奇怪白影的 还不只有一位网友 另一名网友也在其他的影片中 找到了这个神秘的白影 由于此类灵异事件层出不穷 使得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起 发生在石卷式的灵异事件 龚腾幽香是就读在日本东北大学 社会学系的大三生 在一次论文选题时 他主动向教授提出 想以石卷式的灵异事件写下一篇论文 于是在金石卿教授的辅导之下 龚腾幽香实地走访了石卷式 并访问了超过一百多名计程车司机 因为他认为 计程车司机接触的人比较多 最有可能会听到 或者是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物 果然就在龚腾幽香的努力之下 有七名司机说出了他们的故事 一位不愿居民的司机表示 就在灾难发生后不久 为了要让自己的生活尽早恢复正常 于是他提早复工 有天傍晚 他在石卷式的车站门口 看到了一位小女孩伸手招车 由于小女孩的身边并无大人 于是当小女孩上车以后 他问了小女孩 你的父母亲呢 没想到小妹妹只回了一句 只剩我一个人之后 就不再发生 此时司机也感觉到怪异 于是转头查看 却发现后座根本没有人 另一名司机也表示 他曾在三一大地震之后 载到了奇怪的人 那时候已经是八月 天气非常的炎热 但他却看到一位身穿厚重大衣的男子 站在路边照车 上车后男子说自己要去日和山 然后不再说话 当时司机并没有多想 就这样一路朝着日和山前进 但诡异的事 就在车子开到日和山时 神秘男子也消失在座位上 还有一位50岁的司机 告诉工藤邱香 自己也曾在车站 再过一名穿着大衣的女子 他一上车就说要去南兵 司机大哥一听觉得奇怪 因为南兵是被海啸侵袭 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于是他好心告诉女子 自从海啸以后那里已经没有住人了 你确定要去南兵吗 没想到女子竟然回说 海啸难道我已经死了吗 司机一听猛然回头 却看到了空荡荡的座位 工藤邱香说到 他认为计程车司机的灵异故事 可信度很高 因为在日本 司机每天需要将收到的车钱 按照机架器显示的金额 上交给公司 而其中真的有几笔车资 是没有收到钱的 而这些车司最后 也是司机们自掏腰包 将钱付出 不过尽管如此 人是有大部分的司机感性表示 如果还有下次 他们人是会愿意再送他们一程 因为这是身为生还者 唯一能为侍者做的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以往的灵异事件 总是非常的骇人听闻 但是在石卷师的案例中 我们不但没有看到当事人害怕 反而是看到更多的怜惜与不舍 甚至在一些案例中 还有人因为遇到了灵异事件 而走出伤痛 元能有礼是一名中年妇女 在三一大地震之前 她与丈夫及两位孩子 过着非常幸福的日子 直到无情的海啸 将她三岁儿子带走以后 从此她便坠入了忧郁的深渊 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有天下午她趁着家里无人时 写下了一封给家人的信 毕竟话将在隔天告别人间 但就在当天晚上 一家人准备用餐时 三岁儿子生前最喜欢的玩具 竟然无预警地开机了 可是这个玩具 是需要手动拨动按钮 才能开机的 而且当时玩具的周围 也没有人 唯一比较理性的可能 也就只有电路出了问题 但比起这种科学的解释 元能有礼更愿意相信 是死去的儿子回来看他了 而自从那天以后 元能有礼也慢慢走出了阴霾 并重拾了对生命的希望 因为他知道死亡不是终点 总有一天 他们一家会再次团聚 2019曾经有一项宗教调查发现 在日本 有29.5%的民众相信 有来生 54%的人相信 灵魂的存在 而这之中 又有高达64.9%的人相信 阴阳两界 是可以在某种特殊时刻 打破结界 重新连上 主持坚太太尾也曾经表示 人类的感官可以听到 或者是看到一定范围内的事物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就会出现个体差 此时比较敏感的人 就容易接触到 另一个范围内的事物 而在大灾难来临时 更多的人不会去思考 反而是会去感受 就会容易看到或是听到 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事物 就有点像是 当你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忽然没有听到周围微弱的风声 但这并不表示 此时没有风 当然人是有一些学者认为 十卷式的灵异事件 是人们一时之间太过悲伤 所以更愿意相信 灵界的存在 因为如果灵界存在 就表示他们的至亲 人味消失 这是一种人类 自我安慰的保护意识 那么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你认为灵界存在吗 你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不要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 来关注我 我们下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 我们下集影片